北韩最可怕的十张禁制照片 每一张都不能发布网络 第一名连金正恩都想要立刻删除 众所周知 北韩是全世界最神秘的国家之一 它就像一个对外完全封闭的黑匣子 里面隐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可怕秘密 但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 当你作为一名游客 访问并拍摄照片进行记录时 或许一不小心 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严重麻烦 有的甚至会遭遇可怕监禁 以及生命的威胁 今天就跟着世界之最套 一起来看看 北韩最可怕的十张禁制照片 那些连金正恩都不想外传的神奇秘密 第十名 带电的铁丝网 没有人能想到 铁丝网在有的时候 也能给人们带来无尽的绝望 在这张照片中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在北韩的国家边境上 被连绵不绝的铁丝网所封锁 它延绵数十公里的长度 覆盖了北韩的整个海岸线 而重点是 这些铁丝网都带有强大的高压电流 任何人试图从这里逃离或者潜入 就会立刻受到强烈电击 瞬间失去活动能力 很明显 建设这种带电铁丝网 主要就是为了阻止北韩人民翻越围墙 进行逃跑 毕竟身处这样一个极度压迫的国家 的确会让人每分每秒都想要离开 但问题是 即便你想方设法突破了这道铁丝网屏障 这里还有严格的警卫巡违 以及延绵247公里的南北韩军事分界线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成功逃脱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不仅如此 北韩人一旦被发现潜逃 不仅个人可能会被送往劳动营 家人也可能会一并被流放或关进劳动营 但即便如此 却依旧阻挡不了部分北韩人民追求自由的决心 据统计 北韩每年由数十万人尝试逃离 而成功的脱北者却寥寥无几 甚至在2011年金正恩上台以来 每年成功脱北的人数 从之前的一两千人 锐减到如今的几十人 这张照片也真实地反映了 北韩政府对于人民的严重管制 而这可能也是金正恩不希望铁丝网照片外传的重要原因 第九名 神奇的公共交通 北韩的交通系统 哪怕是放在世界范围看 也是非常独特的 他们有超级宽敞的道路 路上却没几辆汽车 而少数拥有私家车的人 往往是由国家奖励的 一般是有功劳的运动员 或者是艺术家 而在公共交通的建设上 公交车是最为普及的交通工具 它的价格也非常低廉 每个人只需要花费五百韩元的费用 折合0.15新台币 就能在北韩实现公共汽车自由 这在其他国家是难以想象的 但这真的是交通自由吗 我们来看看这张照片 照片上是北韩人民 为了搭乘一辆公交车 正在经历漫长的排队 由于北韩巴士的运力有限 上下班的时候 随处可见等待巴士的人们 有时 在一个站台上排队的人的数量 会达到数百人 虽然排队等公共汽车的人很多 但北韩人通常不会烦躁 等公交车的时候 有的看书 有的蹲着聊天 有的提着公文包 车到了以后 还按先后顺序上车 没人争着上车 在这里 每一次出行 都可能变成一场挑战 不仅考验着人们的耐心 也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质量 第八名 可怕的劳改营 劳改营 是北韩官方承认存在的地方 朝方轻描淡写地说 这其实是拘留中心 一些人在那里反思错误 提高思想认识 并且通过劳动进行改造 然而 多年来人们所听闻的传言 却不止是劳动改造这般简单 集中营的囚犯 从出生到死亡 通常为45岁 他们终身都被要求劳动 享受的最高荣誉 是男女囚犯间有限的同床机会 送到这里的囚犯 通常不需要定罪 只要平常认为 是有威胁的人 就会送到这里 让他们接受终身的劳动改造 一辈子忍受饥饿的折磨 同时 很多与政治犯有血缘关系的人 也会被关在这里 这张照片显示的是 两位蹲在地上被管教的民众 他们需要从日出开始工作 一直持续到日落为止 可只能换来每餐都一样的玉米粥 腌白菜和白菜汤 人们为了活命 只能吃老鼠 青蛙 蛇和昆虫 根据对脱北者的深入采访 推测北韩境内 设有五处类似这样的劳改营 关押政治犯8万至12万名 而美国国务院掌握的数字 则高达20万 规模最大的战地面积 相当于洛杉矶市 第七名 神秘的女性军队 尽管北韩是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 但有趣的是 它拥有一支相当强大的军队 起码从人数上看是这样的 北韩现役部队130万人 另外还有三大民兵组织的预备役兵力700万人 兵力将近占总人口50% 是全球人数最多的军队之一 而其中 女兵人数又占总兵力的40%左右 原来 北韩强制要求17岁至20岁的女性服兵役 且必须服役到23岁 这些正直妙龄的女兵 长得好看的会直接被编入文工团 每天精神抖擞地给领袖表演各种舞蹈 据说金正恩的欢乐组就是在这里面优选出来的 而那些没选上的呢 在军营中除了日常基本的训练 还必须完成各种家务劳动 例如做饭和打扫卫生等 曾有女兵在接受BBC采访时表示 由于食物不足和训练压力大 女兵们会直接停经 就算难得来一次月经 由于部队里缺乏卫生必需品 她们可能还要重复使用卫生巾 然而 即便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 还是涌现了一批十分优秀的女性 在大部分国家的部队中 真正的女兵主要承担后勤保障 通讯 医疗等任务 真正隶属于前线的比例并不高 而在北韩的部队中 相当一部分女兵都被安排进了一线部队 比如猎炮兵部队 坦克兵部队 特种部队等一系列军兵种 都编入了大量的女兵 例如北韩炮兵中 有一个赫赫有名的火箭炮营 轻一色的女兵 战斗力非常强悍 多次受到嘉奖和高层接见 在北韩的阅兵中 女兵方队的数量比例 也明显高于其他国家 这样的女性军队 无疑为北韩这个已经充满谜团的国家 增加了更多的不解之谜 有人说 这些女兵就是为了给伟大的领袖选飞 而有人则说 她们的存在代表了北韩社会中 女性的独立性和坚韧不拔的品质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又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告诉我们 第六名 危险的高楼建筑 北韩在国家发展当中 面临的其中一个重大问题 就是国内的生产建设技术并不先进 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有 再加上国际上轮番对北韩进行制裁 严格限制了北韩的进口 这下好了 要技术没技术 要建材没建材 可当你在北韩需要建造房屋或其他建筑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 北韩人民给的答案是 尽量用现有的资源凑合 你可能会认为 这张照片是在北韩的一个偏远地区拍摄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其实是北韩首都平壤 建筑工人们看起来对自己的生命毫不在乎 仅凭一条简单的绳子就开始高空作业 其实那都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据说在北韩的工地上 几乎看不到任何的安全防护措施 工地基本都是开放式的 每年都有数百名建筑工人 在岗位上因为安全问题而死亡 工地现场也没有挖掘机壳塔掉 干什么都是靠蛮力 难怪在这个国家建造的大多数房屋 都是非常基础的 几乎没有任何便利设施 第五名 浴室里的水箱 在城里 你可能会认为拥有一栋房子就等于拥有舒适生活 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 自来水和下水道系统都是最基础的公共设施 可没想到的是 在北韩 这样的基础设施却成了奢侈品 这张照片展示的是北韩现代家庭的浴室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装置是一个用来打水除水的设备 换句话说 这楼里并没有自来水 而这样的配置在北韩已经算是很奢侈的了 在农村地区 有饮用水或洗澡间的家庭都很少 所以每到了夏天 最常见的情景就是光着身子在江边洗澡的百姓 在河里洗澡不仅可以消暑 还可以沿着鸭绿江建到北韩的城镇 洗澡的时候 他们还会顺便把衣服给洗了 很多人都说北韩人思想保守 但是看到北韩百姓的洗澡方式上 也许北韩的民风还是很开放的 第四名 旅游宣传片 手机 电脑等现代电子产品 早在1980年开始 就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普及 我们可能很难想象 没有电脑或者离开互联网的生活 到底会变成什么样 但在北韩 这个情况却完全不一样 据了解 北韩大部分人都无权上网 全国一共也只有1000个IP地址 且只供可信任的贵宾用户 部队以及大学和图书馆使用 可你看看别的国家 比如韩国就拥有高达1.12亿个IP地址 美国就更不用说了 有150亿个 但似乎是为了演示什么 在这张照片里 一名游客被带到了一个当地的家庭 而这个家庭的室内环境 一看就知道是经过精心布置的 家里特意放置了两台先进的台式电脑 似乎想要彰显北韩人民 十分注重互联网方面的教育培养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照片的问题恰恰出现在了电脑上 这两个坐在电脑前的小女孩 实际上什么也做不了 因为那里根本就没有电 然而更滑稽的是 他们俩还坐在那里 假装在键盘上打字 生怕别人不知道 这就是一场拙劣的情景秀 而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 2012北韩的人均用电水平 只有韩国同期的十分之一 截至2019年 北韩只有26%的家庭能用上电 而且现实是 即便家里通电了 这电脑的价格 也是北韩普通家庭无法承担的 根据2013年的报道显示 北韩政府官员的人均月收入 只有0.7至2美元左右 而在黑市上的普通台式电脑 价格高达100至250美元 也就是说 哪怕你是一名北韩的政府官员 也需要至少不吃不喝4年时间 才能勉强购买一台台式电脑 第三名 神奇的士兵 在前面我们讲女兵的时候 我们也有提到 北韩的士兵人数非常多 放眼全球 也是能排到前四名的 而一般来说 普通人在正式成为军事人员之后 都要接受一系列的训练 比如队列训练 军事技能训练 体能训练等等 但在北韩当兵 待遇似乎跟在其他地方不太一样 别人家的体能训练 可能是单杆双杠 俯卧撑 仰卧起坐 深蹲之类的 而在北韩呢 好家伙 直接两根原木就搬起来了 实际上 在北韩 军事人员参与各种硬体力劳动 还是比较常见的 比如处理垃圾 又或者像这张照片里显示的那样 负责搬运原木 当然了 对于一部分军事人员来说 从事这种繁重的劳动 可能是某种形式的惩罚 但对大多数人来说 这可能就是他们生活中的日常 想象一下 以暴民参军 以为会为保卫祖国而战 结果却像照片里的这位士兵一样 被分配去搬运原木 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可能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 毕竟 无论是在军队里还是军队外 北韩人们所能选择的 只有绝对的服从 第二名 黑色市场 众所周知 北韩实行计划经济 而且一度相当严格 但近年来 去北韩旅游的国人会发现 北韩人的经商意识 其实已经觉醒了 导游要小费的 领着购物的很普遍 晚饭后散步 时常还会被拎着手提袋的当地人 兜售化妆品 人参等物品 严格来说 这种黑市其实是非法的 任何试图绕过计划经济的人都将受到严厉的处罚 但当需求客观存在 人们总能想到办法 比如这张照片里面显示的 就是一个家庭运营的小摊位 他们会向路人都售口香糖 香烟 卫生纸等各种商品 这个临时搭建的小摊位非常灵活 一听到有什么风吹草动 随时可以收拾东西跑路 根据曾到北韩旅行的人的说法 目前北韩其实已经有70%以上的人 不再主要依靠国有经济生活 而是到黑市上购买生活用品了 或许这个数字不准确 但应该有一定的参考性 这样的黑市不仅反映了 北韩人民的生存困境 还揭示了北韩人民 正努力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中 寻找生存的出路 第一名 陌生的公布 在之前 北韩最没用工作的影片里 我们也有提到 北韩是一个私家车拥有率极低的国家 全国汽车保有量不足20多万辆 相当于每100人才有一辆汽车 抛开价格不说 在北韩你想拥有一辆私家车 根据北韩政府的汽车法 你得出示工作单位和家庭基本情况 提供个人家庭的房产和财产证明等等 通过层层审批后 你才能获得汽车的购买权 有了这样的背景 或许你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照片上平壤六车道的公布 看起来空荡荡的 除此之外 根据2006年的数据 北韩拥有25554公里的公布 但只有3%有铺设路面 而且连交通标识和红绿灯 也是近几年才给安装上的 前些年都是安排美女站在路中间 充当人体红绿灯 严重落后的公路设施及文化 导致公路上的安全教育 完全就没有被提上日程 从照片中 你能看到孩子们在马路上 肆无忌惮地嬉戏打闹压马路 丝毫察觉不到危险 对于那些形状看起来 比较新鲜的车辆 有些好奇的孩子们 甚至还会在路中间看得入神 完全没有要躲避危险的意识 如此看来 想要在北韩当司机 除了拥有高超的驾驶技术以外 还需要拥有足够的应变能力 和别的国家不同 在北韩领袖的形象 更加的神圣不可侵犯 除了不允许任何形式的修改照片外 任何对其照片不敬的行为 都是不可容忍的 这几乎已经成为了 写进北韩法律里的规定 而在拍照这件事上 记得千万不能模仿 北韩领袖的姿态和坐姿来拍照 比如像照片里的这名小孩 在领导人的画像下 比了一个胜利手势 这已经被视为是一种犯罪行为 要知道北韩有严格的监视系统 你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被监控到 轻者会被迫写检讨 重者可能会被以见谍罪论处 因此在北韩拍照时要格外谨慎 现在我不确定是什么原因 让这个小孩有勇气 在领导人的肖像下放 摆出如此不尊重的姿势 希望他们不会因为这个行为 而遭遇到身体的不愉快 因为谁都知道 如果让金正恩看到了这张照片 后果一定是不堪设想的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不知道今天介绍的这11张 北韩禁止照片 哪张最让您印象深刻呢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点赞加订阅 以及分享给您的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